哈囉,大家好 在畫面的左上方 是跟大家有介紹過的 廈門的BRT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跟大家說 BRT是幹什麼用的 BRT的話是 就是叫做快速公交吧 就是上面只能夠運行公交車 然後BRT也相當於高價吧 但是它跟普通高價不太一樣了 就是說上面只能運行公交車 嚴格說起來 廈門的高價只有一條先月高價 新月高價之前的視頻也跟大家介紹過了 那這個BRT的話 也是算貫穿了整個島內外吧 快速公交嘛 就是說 在BRT的運行路段 全程基本上是沒有紅綠燈的 然後有一天跟一個上海的客人聊天 他說上海的立交吧 應該是屬於立交 竟然達到了五成啊 你像我們現在畫面上 上面是BRT算是高價 底下 這樣子只能算兩成吧 但是上海竟然有五成 我知道的是重慶聽說也是有五成 然後我真的非常好奇啊 那個導航面對這種五成的立交 到底要怎麼識別它是在第幾成啊 可能有機會到上海或者是到重慶的話 真的是可以去體驗一下 看看導航會不會一臉懵逼 然後我們現在所處的道路是叫雲頂北路 前面的話是雲頂中路 再往前就是雲頂南路 再往前就是雲頂隧道 再往前就到大海了 雲頂北路中路南路的話 連接的是T4航站樓 還有大海 所謂大海就是環島路啦 環島路跟大家說了很多次了 這一條路應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條路 應該來說是貫穿整個島內南北方向吧 我不是很確定啊 南方人的方向感確實很差 但是 出意外的話應該是貫穿南北才對 這個方向感再差 這個應該是不會搞錯掉才對 然後那個 剛剛有私度有一點被打亂 對啦 然後就是 有想跟大家交流的是 廈門作為一個蛋黃之地的小城 但是堵車的現象確實不算太嚴重 剛剛都說了 上海竟然有五成的高價 廈門頂多也才兩成 而且真正的高價的話 只有先月高價一條而已 所以說 這種情況下五成的高價還能夠堵車堵得比廈門還厲害 其實我對上海真的是 挺好奇的 之前的話好像有跟大家說過 上海的消費實在是令人忘而卻步啊 嗯 忘而卻步應該是工薪階層啊 對王思聰這樣的應該 應該是樂不思俗而不是忘而卻步啊 嗯 廈門 不限台也不限號 道路的 修 修建速度 明顯是遠遠趕不上機動車的增加速度 所以 我覺得真的是 還是很佩服廈門市政府 在交通這一方面的話 我認為已經做得 嗯 就說無懈可擊吧 已經是竭盡全力了吧 因為我有聽說 上海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限牌限號了 那廈門是完全沒有 不管什麼 汽油車也好啊 後面的新能源電動車也好啊 廠開的掛台啊 根本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說機動車的增加是與日俱增啊 但是 道路 卻不可能與日俱增 所以說 而且這樣子還不堵車 所以 真的是很佩服 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這麼多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